北极冰川下发现一个冰冻人 在小心地揭开麻布后 发现冰冻的是一个年轻女性 女人长得非常漂亮 弯弯的眉毛 高挺的鼻子 女人保存得非常完整 在常人都被女人的美貌震惊 就在阿珍用手电筒仔细查看时 女人的瞳孔居然对光照有反应 阿珍直接被吓得压麻呆住了 她再次拿起手电筒 不出意外女人应该还活着 阿珍赶紧把发现告诉了队长 大家都被这个发现惊呆了 队长下令在女人的头上贴上探测仪 几分钟后 女人的整个身体都被解冻出来 工作人员将女人从冰块抬到推车上 阿珍将女人的衣服剪开 她仔细检查了女人的身体 发现女人的身体完好无损 一点都没有冻伤的迹象 一身为女人打上眼水 并为她带上氧气管输送氧气 科研人员正准备用出颤衣抢救室 女人竟然自己恢复了心跳 而且心跳速度不断加快 阿珍用供氧球不断帮助女人呼吸 女人的眼睛开始颤动 她睁开眼睛醒了过来 女人看见几人围住自己 她感到十分的慌张 医护人员安慰着女人 然后将氧气管拔了出来 可是女人却开始挣扎起来 为了让女人冷静下来 医护人员赶紧打了一针针定计 北极冰层下镜冷冻着一个女人 而她的瞳孔对光照居然有反应 就当女人被解冻之后 她竟神奇地活了过来 女人醒来后十分的惊慌 她在推车上不断挣扎起来 工作人员只好打针让她安静下来 基地的工作人员讨论后 认定这个女人不同于地球的人类 等女人醒来后 工作人员走进房间准备和她交流 女人看见进来的两人很疑惑 随后两人解开了绑住女人的皮带 并将她从床上坐起 小伙想要和她交流 但是女人一脸疑惑的样子 很明显听不懂英女 两人还是介绍了自己的名字 女人能重复她们的名字 说明还是会说话的 就在这时 女人不断地摸着手臂上的纱布 一旁的女医生只好帮她取下纱布 可是取下纱布后 医生发现手臂上的伤口不见了 女人能够自动修复自己的伤口 这个发现让众人大吃一惊 随后小伙给女人端来了食物 女人被冰冻这么久 已经很久没吃过热乎乎的食物了 她开始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另一边阿珍通过对比女人的脑电波 他们发现跟远古人类十分吻合 这表明女人起码有五千万岁了 就在这时 女医生突然昏倒在地 经过检查 女医生高烧不退 而且还昏迷不醒 基地里的人认为 女人身上带着远古病毒 因为解冻的原因病毒被释放出来 这才导致基地人员一个个病倒 就在这时 门外一个男人走进基地 进门后他直接倒在了地上 北极冰川下 发现了一个五千万年前的女人 经过解冻后 女人竟神奇地活了过来 这天基地周围发生暴风雪 两位工作人员在风雪中走散 其中一个人回到了基地 等找到另一名工作人员时 他全身被冻伤昏迷不醒 医生赶紧对他进行急救 可是他受伤实在太重 就在医生束手无策时 女人将自己的手掌放在了伤者额头 他闭上眼睛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男人身上的冻伤全部复原 在常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可是女人立马昏迷了过去 等女人醒来 小伙让他帮忙救助一下女医生 女人又用相同的方法 将昏迷的女医生救了回来 可是每次治疗后 女人都会脱离昏迷过去 经过阿珍的检查 他发现女人体内的白细胞快速减少 如果再来几次 女人很可能就会领了盒饭 于是他们安排人员看住女人 不再让他再医治别人 可是女人将看守他的男人弄晕 他来到被远古病毒感染人的房间 把昏迷的人员全部医治好 等基地人员发现时 女人已经昏迷倒在了地上 他们赶紧把女人送到医院治疗 可是女人已经到了油镜灯库的地底 女人为自己感染了别人感到歉意 他对着小伙说了一句话 女人便失去了生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只是时间河流中的一个过客 珍惜眼前人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